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男孩从小遭受意外,死了八次的故事 路易·德拉克斯的第九条命 路易从小就意外不断,路易出生时妈妈难产 一生用手术刀剖腹产,才堪堪让他出生 路易十六周大的时候,天花板上的吊灯掉下来,造成了路易骨折 除此之外,路易还被毒蜘蛛咬过,被蜜蜂遮过,被电击过等等 甚至一家人吃一样的食物,也偏偏只有路易一个人食物中毒 一直到路易九岁那年,一家人在山上给路易过生日 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路易从山崖坠下,落入了海里 从小呢,妈妈都跟路易说,他和猫一样有九条命 每年会死一次,而这是最后一次 果然,路易被打捞起来之后,早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就在医生准备处理路易的尸体时,路易却突然复活了 但路易一直没有醒过来,他的潜意识一直在深海里和一只海怪聊天 路易的妈妈说是路易爸爸将路易推下悬崖的 原来路易的爸爸是继父,曾和别的女人结过婚 因为喜欢上了路易妈妈,才毅然决然离婚 但一次,继父带路易出去玩,遇见了继父的前妻 继父让路易为他保密,但路易却没有做到 导致妈妈和继父大吵一下 正巧,继父也在出事以后失踪,所以继父被列为了嫌疑犯 同时,路易妈妈勾搭上了路易的主持医生小白 这一幕恰好被醒过来的路易看到 路易想跟小白说什么,却再次昏迷过去 很快,路易的妈妈收到了一封邮件 信里写着让路易的妈妈远离小白 让人意外的是,落款是路易 妈妈觉得这封信是继父写的 但治疗路易的精神病医师却表示 信的表达方式是路易特有的 不久,小白也收到了一封来自路易的警告信 但路易明明就躺在病床上 怎么可能写信呢 而小白也从警察那里得知 路易实际上是路易妈一夜情的产物 既然路易昏迷,继父失踪 那事情就没有办法继续进展 不过继父的妈妈听说 孙子出了意外就来看她 她告诉小白自己儿子很爱路易 反而是路易妈欺骗了所有人 就在此时,继父的尸体被警方找到 并且排除了自杀的可能 而路易的意识仍然和海怪在一起 原来那只海怪就是路易死去的继父 当天,小白从护士那里得知了自己梦游 并且开了一张毒药单子给路易妈 小白一看这个字迹 和之前路易写给她的信的字迹一模一样 小白开始意识到 自己可能是被路易控制了身体 她在路易的精神病医师的帮助下 开始建立和路易的意识交换 路易成功地用小白的身体 开始和外界交流 原来路易生日当天 妈妈给路易准备了糖果 继父开玩笑地说自己也要吃 但妈妈却很反常地不给 说这是给路易一个人准备的 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妈妈坚决的态度 让继父起了疑 两个人因为糖果的事争执起来 妈妈把路易拽向了悬崖 继父则去拉母子俩 随着妈妈竟一把将继父推下了悬崖 路易被妈妈吓到了 后退几步 自己掉下了悬崖 原来路易从小受到的伤害都不是意外 而是路易妈妈一手制造的 原因是她患有代理性孟桥森症 通常是患者自己受过伤害 所以通常虐待另一个人来换取关爱 一般被虐待者都会是小孩 一切忠于真相大白 小白通过路易的意识得知了真相 但路易却因为继父的死 不愿意回到现实 久久不愿醒来 继父的意识告诉路易 她会永远陪在路易身边 最后路易才成功地苏醒了过来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有时候你以为的真相并不一定如此 所以不要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